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李文涛 王永和一个礼拜在台湾录五集节目 而且我听说你刚是从连胜文的婚礼上回来 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婚礼的主持人就是你 有什么八卦给我 最有意思的就是连战结婚 当然大家联想到那什么时候生孩子 所以连战非常的紧张 连战就告诉他说 他那时候不是到大陆来访问吗 这个后站门的这个小学 不是很多同学来到连爷爷 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 连战就说 其实那个时候他心里感觉到有点不太踏实 为什么 因为这连爷爷是假的 他还没做爷爷呢 所以他在婚礼上头 有个主婚人致谢词的时候 谢谢各位来宾的时候 也要期许这对新人 就说赶快早点让我做货真价实的连爷爷 叫连战这个连胜文赶紧生孩子 对 这是父母亲的期待 连胜文的这个党务工作和生孩子的工作要结合 要增产报国 你说这个我还想起他在台湾做节目的搭档李敖 还骂 我发现李敖特别讨厌连战 就说连战当年他是反对这个祖国统一的 现在风头全给他领了 而且说他儿子什么连胜文 说蒋介石在他儿子这个岁数的时候 才是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他儿子有什么功德 就当上了中常委 不过我就跟李奥大哥讲 我说你不要嫉妒人家老婆漂亮这样子 老婆很漂亮 他老婆很漂亮 蔡医生很漂亮 所以你就婚礼主持人 最近人家还说香港也有个富豪的婚礼 你知道光飞机这个婚礼 光飞机就3.74亿 然后全世界环球飞来的 飞来的 就那种铺张浪费 咱不能说人浪费 就是说总共花了大概有七八个亿 你说这玩意儿 现在你知道我们国家在清除你这种人 也不叫清除管理你这种人 就是婚礼主持人 为什么 大厦风景 就因为没有我去 没有咱受过党的教育的人去 就地方上好多婚礼的主持人 现在成个行业 满嘴黄断的 对婚庆公司 弄得人家老人家 你比如那个婚礼主持人一上台 就说我们的功夫是在嘴上 人新郎新娘的功夫 那是在炕上 人家月父月母在底下 听着 所以说清理队伍 台湾有那种闹动房 我看过 真的是闹到当场公公婆婆翻脸的 公公婆婆 应该说是 岳父岳母翻脸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最流行的 就是把新郎新娘请上台 然后叫新娘子 把那个高跟鞋脱下来 然后倒酒进去 让新郎喝 那这个当然公公婆婆看了 不舒服就算了 也许她们年轻时候也玩过这个事 但我看过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宾客就把那个领带拿下来 然后呢 就来量新娘的胸围 就量到最后 那场真的是 那个月丈月母 真的是当场变脸就走人了 那宾客是狗仔队化妆的吧 那个是已经喝到已经昏了 也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你说起结婚这事 我就想起咱们这个祖国大业了 这个生孩子这事 那最近聊起计划生育了 而且呢 就是国家什么继生委那主任 出来讲 他讲这个话呀 让我觉得嘛 跟一些国内外的 这个我个人觉得啊 好像是对一些国内外的议论有关系 为什么呢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知道我给念念哈 就是基生委的就说啊 中国的计划生育啊 不是一胎化政策 就一般人理解 不等于一胎化政策 你别说他想什么呢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 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 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 其他大部分省在农村实行的是 第一个生女孩的你还可以再生一个 在中国呢 不是在城市呢 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 可以生两个 还有六个省规定 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 就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的 也可以生两个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分类指导的 这么一政策 因才失教 因才失声 那这个就是也有问题 你别人想生两个 就到那个 先把户口拿到那个省上 生一个 然后再去到那个省去 再享受那个省的政策 就国家政策不统一 你就变成 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超升游击队 就是这么来的 流动的 现在你像香港那边 比较关注的超升游击队 是不是超升到香港去了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在涨价 是吧 在香港生孩子 那个住院费 那个产妇在医院的费用 涨的很多 对 它就是怎么回事呢 你比如说 过去说香港 这个主流 没有什么主流孕妇 本地孕妇 利益受侵害了 因为你这个内地的孕妇 都会跑这来生孩子 你看 现在咱们争论的一个事 就是说 什么富人 你们名人 农民在计划 干部在生育 干部在超升 现在国内就很讨厌 就是说有些特权阶层 大家在批判 说有钱 你为什么多生 可是实际上 香港的这种限制 并不是说内地孕妇 你真的就一个 都不能跑香港生 我研究了一下 它是这样 香港的妇产科医院 主要先满足 本地孕妇的需要 但是接受 内地孕妇的预约 它用价钱这个坎 所以政策实施之后 你内地孕妇要过关的时候 她要怎么着呢 你有没有香港医院的预约 而且你预约的时候 你得先交钱 因为什么呢 过去有很多走单的内地孕妇 说是欠下上千万 走人了 走人了 把那给蒙了 所以 她把价格提升上来 实际上客观效果上 不还是说 你要有钱 你就能在香港生 你还是有机会的 这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你看大陆生一个孩子 大概在北京 我知道 就是说你超生了 就是上户口 要8万块钱 走后门 而且排这个名额 据我了解 是一个派出所管的地区 一年有三个指标 就是超生的指标 然后这三个指标 就是8万块钱一个了 当然你要是走后门 想排在前面 你可能就要花更多的钱 这里面就有那些违法的了 那些事 用何 咱就不知道 台湾人民的生育政策 这个观念是 台湾其实早期的时候 也是计划生育 他还喊出一个123的口号 什么叫做123呢 就是一个不嫌少 两个恰恰好 三年一个刚刚好 他就希望你结婚了以后 也不要急得生 结婚三年以后 享受一下小两口的甜蜜以后 三年以后再生一个 然后再隔三年再生一个 那如果你只生一个 不嫌少 只生两个 恰恰好 别再多生了 可是现在台湾就是鼓励生育 因为台湾现在老年化的社会 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就希望大家赶紧生 赶紧生 鼓励生育 问题是他的鼓励 没什么东西鼓励 你鼓励要拿出东西来鼓励 他之前就讲 就是说在眼领说 那是不是这样了 你生孩子了 我送了三万块钱给你了 三万块管得了什么用呢 三万块尿布奶粉买一买 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鼓励 其实事实上 这个诱因是非常小的 所以他没有什么条件 可以来鼓励 但是呢 真的是台湾现在 就希望说大家多生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富人 我曾经访问过企业家 他就提到说 企业家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很多 这个集团内很多企业 对不对 我要怎么样来分产 有的时候呢 是看说 比如说 我生了五个儿子吧 我就一人管一个企业吧 这是一种分法 可是他说呢 他不一样 他要怎么样呢 他说 他企业这么多 就要努力生这么多的孩子 他是要以孩子来救企业 不是以企业来救孩子 所以富人就希望说 他们也可以赶紧多生 反正他们养得起嘛 在台湾的时候 养孩子很贵的 跟大陆也一样 大陆也是在农村生 你要生了一个女孩子 有些地方 你就分不到土地 你生儿子才能分到土地 但是呢 作为农民来讲 土地就是命根 对 就是钱 所以他一定要生 他生完了以后 他就有那块土地 那块土地 你便你生三个儿子 就分到三份土地 分到三份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 这个土地被房地产商买了 开发了 是吧 那就赚很多钱 所以这个 一定是下面有下面的想法 我跟你讲 他这里头啊 有一种大家的这个恨 就你说富人呢 能养得起孩子 不是说富人 你说名人 我觉得现在挺有意思 一说这个 一论这个话题 这个记者们呢 谁有名找谁 然后呢 就是说 比如毛阿敏 说毛阿敏 怎么生两个孩子呢 啊 这玩意不平等了 然后呢 人家这个毛阿敏的经纪人 还挺镇定 说毛阿敏生两个孩子 那是绝对符合国家政策的 说因为 就要不说 咱们是分类指导 上海有一个什么规定 一方是什么 只要有一方是上海 什么农业户口的 好像是可以生两个 哎 那个经理人感觉眼而不发 说你们自己琢磨去吧 反正我们没有违反规定 好 又再说 他没事 又说 王飞 王飞怎么生两孩子呢 好 人内经纪人也挺会说 人王飞是香港人 不受你这个管辖 再者说人家李亚鹏 是李亚鹏的 李亚鹏第一个孩子 然后这还没完 弄张子怡 所以我就发现 这个明星啊 他不能当领导 那就有时候说话 他这个 但是这就被记者拿出来说事 说有一回张子怡 接受采访的时候 张子怡说 你有什么人生理想啊 小女人嘛 人生理想 我理想啊 就是有这个漂亮的房子 几个小孩 几条狗 还说我有条件 有培养能力 为什么不生呢 培养出人才 建设国家吗 就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永和 我给你找找见识 你说我们超生游击队 你看 你看这个照片 这什么 这就是奔袭千里 到处躲这个处罚 要生孩子 你再看下边 你就更清楚了 超生游击队进城来 对 所以我刚才 我找到一个 比如说东三省的版本 这是什么呢 农村享不穷 少生孩子养狗熊 这叫狗熊 然后 标语是吧 应该是 对对对 然后呢 居然是 有的标语贴在火葬场的门口 叫什么 经济搞上去 人口降下来 火葬场 还有什么 少生孩子多种树 少养孩子多养猪 那个 宁天石座坟 不天一个人 该扎不扎 防抖乌塌 该留不留 八方牵牛 坚决打 还有说 坚决打击流产女婴 怎么叫打击流产女婴 就是说 你看这些 你会发现下面的人 为政绩 政府 下面的政府的那种计划 生育方面的干部 为了政绩 还是 绕尽脑汁 绕尽脑汁 对 咱还只能说是少数现象 少数现象 事实上 这个东西 它背后有它的社会因素 因为你穷的时候 你需要 你不能靠脑力 你只能靠劳动力 那你靠劳动力 来生产赚钱的时候 你当然是人越多 劳动力越多 所以它就拼命的生 再加上当你穷的时候 晚上没事干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它的一个社会背景在里头的 那我们在台湾呢 常常还是有那个传宗接代 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观念 我觉得比我们还厉害 很严重 常常台湾老会听到一些什么名字 朝地了 换地了 来地了 就是那个女孩子 不像我们这都是狗姓什么 其实这个生育 还有一个就是 它其实这个限制 大家也讨论这么多年了 它是不是人性的 是不是什么的 因为国家确实人口太多 而且这个生孩子的这个欲望 中国是几千年来 这个文化一直是惯下来的 它跟西方的文化的那个不一样 你好几个老婆过去 男人 那这个老婆生三 那老婆生四个五个六个 最后都变成十几个孩子 对吧 49年以后吧 我看有些那种老将军什么的 跟我同学 那时候问你们 你是你们家第几个 我是我们家第十一个 好家伙 你想想 他这个本身就有这个传统 没错 对 我说你看那种大家庭出来的 那个小孩 我们常常讲说 一个家庭出来的应该是差不多一个样 可是不一样 老大跟老鸭 老鸭那个个性绝对不同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个爹 我跟你讲 确实有的说 你知道这个 每25个英国的受精卵里头 就有一个不是的 这玩意儿啊 我发现这个女性啊 太阴险了 不是 不是女性阴险 25个孩子里边 不是先生 有一个肯定不是先生的 有一个是外遇的 你明白吗 因为这个 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说 说女人有外遇 人家现在 这个把外遇现象 都当成科学研究 比如说 有一天 这个女的就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呢 碰见一个往日的 早日的男友 今天碰见他 那男友想跟他上床 他还不太愿意 但是呢 过了两天 他有了冲动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呢 因为他排卵期快到了 你身为上头的 你知道他在选择一个 最好的一个精子 这个玩意儿太有意思了 而且你比方说啊 这个男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男人的身体 能够控制每次的精子数 当然不是说 你脑子想说 这回我来一个亿 还是来四个亿 对吧 不是 他有个自反应机制 比方说夫妻二人 这个老公的身体啊 如果三天前 才注入过 一般数是三亿 你比如说 假如说过了三天 假如说三天下来 估计死了一半了 好 我这三天之后这回啊 我就释放令 释放 我就有一亿五 就够了 乳伤就够 但是有件事 他没想到 就在这三天之间呢 这女的发生了一次外遇 所以这男的 他就估计失灵了 你知道吗 他这数才一亿五 他是照他三天前的数 往里填仓 补的数 那边已经有三个亿 已经进去了 不止三 那边只有九个亿 就是因为呢 外遇 这个男的从来没有 跟这个女的发生过 你们明白吗 这个男的身体控制的 那里足数 光机一下 就惊死大战 给你淹没 所以呢 生出来 没问题 是你老公的 但是实际上啊 你被人家那个外遇的那头啊 先给钻进去了 所以你知道 英国有个小说家 乔艾斯 他就写过一个说 他说其实女孩子 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对男人最有效的一个报复 是什么 就是告诉他老公说 你以为这孩子是你的吗 他说那个男人当场崩溃 哎呦 那个大战 对 那个非常黑色的故事 就是很多时候 我现在根据科学的一点小研究 我认为我们太狂妄自大 你以为的很多有目的 有意志 有主观 好比说何岛你想要孩子 我还送你一句话 据我的这个研究 叫有意灾花花不活 无心插柳柳成阴 我们的身体里头有很多秘密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拼命想要孩子 就是怀不上 往往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咱这可能是伪科学啊 比较好的状态是什么呢 模模糊糊 有点那么个意思 比如说想要 但别太刻意了 你太刻意 像现在这个坐着飞机 拿准时准点开泡子 这都没打到放空枪 对 往往是这个规律 对 我很多朋友是这样子 去做那个人工受孕 做了十几次 然后受了一堆的苦之后 放弃了 突然孩子来了 而且一来来三个了 就是蹦蹦蹦就接着来了 女人的身体也在选择 对也在选择 不过你刚才说几个这个 我刚才跟何岛还聊呢 这玩意儿要是计划生育 早实行几十年 咱俩这人才都不会出现在 这世界上了 很多人才 很多人 现在文化艺术界 半壁和山 没有 老大是我 我老觉得老大 是不是多少有点吃亏的 因为什么呢 对父母来说 年轻父母来说 这是头一个 没有什么经验 所有的实验 都在他身上进行 但是到了二三 他会不会就比较 有育儿经验力 所以我跟你讲 心理学上头 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 老大的个性 通常是比较保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父母的注意力 都在他身上 要喝水 不行 不可以这样子 要做这个 不行 不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框框就出现了 而且他所有的行为模式 跟父母比较接近 所以就会比较保守 可是到了老妖的时候 就是老爸老妈 已经没有空管他了 也没力气管了 算了 我们台湾有句话说 老大照书养 老二照猪养 老三照狗养 所有的这个什么实验 该怎么样该怎么样 仔仔细细小小心心 非常的呵护 但同样的老大就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可是你到了老二的时候 爸爸妈妈已经没心思管 随随便便了 照猪养也可以 也会一样长大了 所以老妖通常就比较活泼 比较具有创造性 所以干脆我们农村就少生孩子多养猪了 确实是 这个一般都是老二老三特别有反叛 对 特别反叛 你看其实那个什么也一样 那个谁写的 家春秋 也是小的都反叛了 参加革命群了 老大还在家里集成家业 看这间房子 所以他确实是 何导刚才会讲一个老大 我一个朋友 他在国外生活 生了一个老大 就完全是按照这种 像他讲的书本上 就是美怎么教育 他培养的非常有教养 非常礼貌 但是就是没个性 后来当然付出很多心血了 后来又生了一老二 这个老二 已经 这个妈妈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弄了 说反正就那么着 反正老大就那些太累了 让他爱怎么活 怎么活 老二聪明的一趟 而且特别特别灵 而且心态也不一样 结果有一天遇上打劫 家里 遇上打劫 绑匪 就是劫匪到冲进家里以后 就把现钱一弄 把人那么一绑 刀往脖子上一架 然后把银行一拿 说等着天亮 要等从这个打劫 午夜 要等到天亮 银行开门去取钱去 这一家人都紧张 刀架着脖子上 所有人都瞪着大眼睛 看着劫匪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只有老二 倒在劫匪身上睡 一直睡到天亮 我可是老二 我可是老二 战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给你念段名言 伦敦经济学院一学者说 如今不要孩子 已经成为一种正当选择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都没出现过 这种情况 他那意思 这时代很特殊 末世 这段子绝孙的时代 所以其实 现在城里的好多人 反而是在农村 他想多生 对吧 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女孩子 他们宁愿要小孩 已经不要婚姻了 就我跟你在一起 甚至有些人 就直接聊到 秀源 你的朋友秀源就这样了 他就说 我不要老公 但我要孩子 因为他觉得孩子 可以给他慰藉 老公你还说不准 他在外头干什么事 其实现在 你看在内地 这个城里 还是比较理性 不是说所有有钱的人 都一定要多生 或者中产阶级的 接近中产 因为还是有压力 现在孩子教育 成长 那个成本非常非常高 对 是吧 农村有一个好处 农村有一句话 就北方农村叫 反正你生下来 搁在炕上 见风就涨 见风就涨 风一吹就涨大 它就是那种 都是大家田里 家里种的蔬菜 吃一吃就涨大了 你也不用太管的 而且能不能上学 看国家政策 国家说免学大费了 咱就上 不免咱就不上 它没有太多的追求 但是你要在像北京 你要想多生一个孩子 有各种各种压力 我原来还听过 上学 上幼儿园 我原来还听过那农村人讲 说生孩子 你们城里人太当回事了 我们这儿生的时候 还在下地劳动的 还在地上的 一片腿就上去 下庄稼地里 就能生一个 但是我就说 你看 我想起那天 我妈跟我讲 生我的时候 那就跟现在的条件 没法比较 你知道吗 在医院的妇产哥 说你还没有呢 不让进 但他一阵阵痛 蹲在医院门口台阶上 蹲着十几个小时 实在不行了 不能住的 在